六,算命先生的预言能信吗? 算命先生的话是带有许多迷信色彩的,从王采玉后来命运的变化来说,那个曾经出现在他身边的算命先生说的话是灵验的。 在蒋介石没有成名之前提起此事,也有人推测那个神秘的算命先生可能是蒋家为取王采玉而收买的一个税客。 当然,这只是推财罢了,当事人都已作古,是保得到过证实无人知道。 但自从王采玉嫁入蒋家之后,特别是生了蒋介石这个贵子之后,随着蒋介石的悲慌疼打,王采玉本人的确是过上了贵人生活,死后也贵不可言。 1887年10月31日,王采玉在玉太盐铺的后楼顺利产下了一个男营,当时蒋家老太爷坐在殿堂等候消息,当他得知是男孩时非常高兴,为孙子取名瑞源。 蒋介石四岁时,王采玉又生了女儿瑞莲,第二年又生次女明瑞菊,又隔一年再生幼子瑞青。 王采玉和他的公公蒋思迁都信佛,都迷信算命之说。 瑞源出世后,他们都认为是应了项念先生必出贵子之言。 所以对蒋瑞源格外疼败,把蒋是一门光宗耀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 但人的命运,往往是无法预测的。 嫁入蒋家之后的第八年,公共蒋思迁去世,第二年夏天,西口一带出现瘟疫,蒋兆冲染病身亡。 王采玉的生存又遭到困难,孤儿寡母肩上的担子很重。 蒋介石的祖父蒋思迁有两个儿子,即蒋赵海和蒋赵聪。 长子蒋赵海早邀,没有孩子。 蒋家的产业由蒋赵聪管理。 为了使掌门有后,蒋思迁生前曾决定将长孙蒋介青过继在长子赵海名下,以祭香火。 蒋介青是蒋介石同父异母兄弟,父亲过世时他已二十多岁,死人心胸狭窄,性情暴躁,是一个仲裁轻易之人。 父亲临终时早有预感,他担心自己不在人时候,这个孩子会不靠近继母,不关爱弟妹。 便多次向他交代一定要做一个孝子,但他却没有做到。 以长大成人,他与继母分家争要财产。 实际上,蒋介石的这位同父异母的兄长,并未遵照父亲的遗族,而是以蒋门长房长子之尊,与后母王氏发生冲突,并导致母子失和。 据蒋介石回忆,父亲讲道充去世之后,大哥经常为玷恶或家世与继母争执不休,态度极其恶劣。 为此,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 只可惜当时他还小,从体力上来说,根本无法与这个长兄较量。 蒋介石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不信佛,生性好赌,人品很不好,常在外面遭惹是非。 有一次,他在外面打麻将输光了钱,进家门时,恰逢凤化岳林寺和尚前来化缘。 他看到和尚,就认为自己苏钱的原因就是家里来了空门子弟的缘故,便大巴雷霆,将那和尚斥责一番。 王彩玉是个信佛之人,而且很虔诚,每逢佛门弟子化缘,他都会大度施舍。 现在蒋介石当着自己的面训斥化缘和尚,使王彩玉感到有些失体面,于是当场与蒋介石争吵起来。 从此,母子的感情越来越恶化,和睦相处成了空话。 1898年,蒋介石正式提出了分家。 从当时的情况来说,祖父蒋思迁将蒋介石过记给长子蒋赵海名下,那么蒋家的产业的确也应有掌门的一份。 就算没有过记的事,如果蒋介石提出与弟弟蒋介石及瑞青分家,也是正常的事。 王彩玉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怎能与儿子产业呢? 分家之后,蒋介石分得了玉泰盐铺全部资产,房屋和蒋赵海名下的田产。 而王彩玉及其子女只分到所居祖室,二十几亩博田和一片竹山。 可以想象,在那种情况下,王彩玉靠这份产业抚养几个孩子过日子,难处自然很多。 这次分家对王彩玉来说又是一次打击,他的亲生儿子尚未成人,王彩玉所得只是些房屋、田园、竹山等不动产,日子过得很艰辛。 据王彩玉自己说,他之所以答应蒋介卿的要求分家击产,也不去争抢,是因为他始终坚信算命先生的话,认为蒋介石日后必成大业。 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落在王彩玉身上,这种不幸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 关于分家之事,蒋介石曾撰文说,先父遗产术,有母平熙与五兄弟三人,无少鸡矣,兄为前母生,犹用后私。 就在王彩玉世世后,蒋介石在枯母文中,曾也有内在之祸之据,就是指兄弟稀产奔家,后母与前子失和之事。 在王彩玉世世后,在王彩玉世世后来西口陪伴女儿,同休气,朝夕宝玉而未寄之。 这是蒋介石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话。 分家之后,王彩玉将全部心血都用在培育儿子身上,他相信算命先生的话,他希望儿子长大后能成就伪业,光耀门铛。 所幸的是,王彩玉晚年时,蒋介石正在成就大业,母亲也算过了一个阶段母为子贵的幸福生活。 遗憾的是,母亲一生操劳过度,经历变故太多,从心灵上到体力上都是严重透支,以至五十岁就体弱躲病。 母亲病重时,蒋介石正追随孙中山闹革命,东征西逃,征战四方。 据蒋介石后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说,母亲病危之际,他曾梦到血满山原一百五计之景象。 岁来之后,他马上联想到这梦是一个修照,与母亲的身体有关。 于是,很有孝心的蒋介石便来不及向孙中山告假,便急忙往老家赶去。 他的梦竟然应验了,1921年6月14日,他的母亲王彩玉因患心脏病,处于故居,享年五十七岁。 因为一个梦而离职回家省心,是对不起孙中山,对不起国民革命事业。 但他曾说,自己无愧的是,总算赶在母亲去世之前回到老人身边,得以朝夕陪伴,总算尽到孝心。 从这个势力来看,蒋介石一生波澜起伏,大起大落,他的确是一个讲究考道的楷模。 他对母亲的感情,从后来兵败台湾之后的一些纪念活动来看,也证明了他的孝心。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何况蒋介石是那种艰难环境下长大的。 这种母子之情,这种母子之情就不难理解了。 许多年之后,蒋介石在《报国与私亲》一文中曾写道, 母亲深深地爱抚着我,一直就像看待婴孩一样,而其都教却比老师还严厉。 当我出门或回家,必定要查看我所携带的东西。 出外旅行或寄宿,必定查问我去哪里。 放学归来,必定考验我的课业,日常便尊尊教导,应对的礼节和刻苦自立的道理, 以及都市我亲自做庸人们所做的劳苦工作,磨练我的身心免于待情。 母亲迟岁早起,无视无刻不再倾注她的权力,期待我这个失去父亲的姑子长大成人。 1945年5月,蒋介石又对外人说:「我是在孤儿寡母的家庭中长大的,受到过很多委屈,引气吞声无可申诉,母亲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抚育成人。 母亲的忍耐力是难以想象的,我也深受影响。 我的个性就是在这种压迫环境中渐渐所形成的,减韧不拔的毅力,就是这样的锻炼出来的。 由此可见,王彩玉敢于面对生存困境的精神,对蒋介石的影响有多大。